许小新委员他所涉入的家族诈骗案 那诚实是最好的上策 但是他一再的说不清楚 一再的另立战场 所以他相关的发言说法 也经过媒体一再的查证 那都被揭露出有很多不符的事项 那这些争议恐怕就越滚越大 当事人许小新委员要清楚的说明 其实我们也不乐见 那社会浪费太多的资源 在一个个案上 许小新委员应当好好发挥他立委的职责 那他个人的设诈骗案的事情 希望能够早日把真相厘清 但是谎言无助于厘清真相 任何的诈骗案件的侦查 都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不管是警政署法务部述发布 只要是现行国家发生的任何诈骗案 都要寻法制来进行调查 那希望国家具体的来打诈 这不也是立法院朝野一再的呼吁吗 那当政府用寻法规 合理合法的手段进行侦办 那又何错之有呢 现在不要选择性的来批判政府 合理合规的办案 是吗 在那边的法院方法 在这个心里里族的 在这里的手段进行调查 如果可以说 你们可以说 这不就是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这不就是这不就是可思考的